大家介绍一下 我叫崔涛 朋友们都管我叫崔老二 因为生活中呢老是分二 家里呢还排行老二 然后呢我今年三十岁 来自河北唐山 身高是一米三点多 就四舍五入一米四吧 你这身高是因为 脑垂体分泌生长技术不足造成的 刚才你非常幽默地说 四舍五入就算一米四吧 但这个轻松的背后 有一些对于身高的尴尬 是的 因为我小的时候吧 就是学习的时候 坐在椅子上面 这脚永远都够不着地 但是我踩在那个梁上面 一直都是 现在有时候也是 然后呢小的时候 男同学老师帮助我 重的活啊什么的 都替我干了 如果可能的话让你选择 你想长多高 那要是任意的话 那就是我媳妇多高 我比她高点就行了 所以说身高不是绝对的 是相对 比如说你现在比我 但是你要知道 那我现在的希望 就是比您要高一点 我想问一下你 这个因为身高而产生的自卑 是从什么时候变得更淡然了 像现在这样轻松的呢 从我小时候说起 上初一的时候 突然变成了留守儿童 父母都不在身边了 我初中的时候不是住校吗 到周六日的时候 别的同学都回家了 我回家的话也是一个人 所以我就不回家 我就住在那个 旧的教学楼里边 只有我一个人 窗户对面就是 有一个保安大叔 我是看着他的灯光睡觉的 然后呢 我叔叔我们那个 轮流照顾我的爷爷 但是轮到我家了呢 就只有我照顾我爷爷 上完学下学 就给我爷爷做饭 那时候我还觉得不孤胆 挺幸福的 然后呢 初中毕业以后呢 我就回到了我父母的身边 家庭条件也不好 然后我收养了一条 那个德国牧羊犬 然后我爸的一句话 特别激励我 你自己都养活不了呢 你还养条狗 其实这也是一种 父亲的特殊的激励 我就暗自发誓 一定要养活自己 而且要养家虎狗 养活他们 让他们的生活 变得好一点 然后我就去唐山 有名的那种夜市 开始帮别人编那个金珠 但是收入还是不够多 就是今天 只有十几块钱 后来又做了什么 通过编那个转型珠 认识了好多女同志 她带上了那种 值钱的那种饰品 所以我就开始 卖这些饰品 正好碰见一个市场上的 那个好心的阿姨 给我腾出了一块地方 开始卖饰品 第一天我赚了好几十块钱 我就给我爸爸 买了一双鞋 花几十块钱 我感觉我自己好牛 有价值 对 人的自信都是从有价值开始 就是生意越来越好 我就自己租了一个大摊 我叫我姐姐跟我一起扩大店面 我摆了三年的摊 生意越来越好 然后我爸爸说 这个摊有你没你都一样 因为大摊的时候 只有你姐姐在干活 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我爸又激励了我 用这种特殊的方式 然后我就 从网上 联系了一个 北京的销售的工作 销售的业绩呢 所得的收入 比以前摆摊的时候 要赚钱 这个两次我爸的激励 使我成长起来 让我自信起来 总而言之 比原来越来越坚强 结婚了没有啊 我都结婚七年了 哇 他今天来了没有 来了 王爷 有请王爷 就是我有个朋友吧 我的朋友 有我朋友 有我朋友 我的朋友呢 他就是电脑里边 有好多美女的图片 还有呢 你朋友干什么的 他也 他没对象 他也找对象 他物色 然后我就翻呀翻呀翻 挑了一个看上眼的 我就要他的联系方式 过来就打电话 说问我在哪儿 然后就去找我 你就答应了 没有 哪有那么简单呢 对啊 然后他就找我 然后开始就请我吃饭 去吃那个小火锅 啊 一火锅就把你搞定了 没有 然后有一次 然后我一间看着我吃那个饼干 那时候那时候那种小细的长条的那个吃完 然后又买了一堆各种味道的饼干 去我家了 然后你就答应他了 然后朋友过生日 然后一块儿玩 他给我唱了一个 他给我唱了一个死了都要爱 死了都要爱 然后觉得挺长得挺帅的 然后又挺浪漫的 我的策略比较成功 你的策略比较成功 你为什么选择死了都要爱呢 因为那时候流行嘛 而且是标高音 你标一句 我喊慢喊的嗓子有点哑了 我就喊一下 来一下啊 对着他唱 死了都要爱 不连离近之不痛快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 才足够明白 就他这个高亢的歌声打动你了是吧 你就答应了他了是吧 你是跟他是一样的身高 都是一个原因 我生高一米一六 那你跟他一样曾经自卑过吗 我小时候在家 然后跟我爷爷哥哥一起生活 也是留守儿童 然后呢 那时候我爸妈就在外地 然后做小生意 然后挣钱 每年春节才回家 那你是怎么走出自卑的呢 开始呢 我说我出去摆摊儿挣钱 然后挣了点钱呢 就开始租那个封闭市场 但是问题来了 因为我每次出摊都得要我爸接送 不但不挣钱还得家里专家负担 然后呢就不干了 就要求出去北京打工 就做领位 就站门口那样子 就因为我个子小嘛 所以呢 那个我就相当于一个陪证 然后有放一个疙瘩的小帅哥跟我一块 也是通过自我奋斗慢慢自信起来的 对对对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很感动的故事吗 平常日常生活呀 我不会做饭 然后呢 平时我想吃什么 他就给我做什么吃 又是吃 后来 火锅 饼干 做饭 全吃 说一个不吃的 有一次那个 我不是去学做美甲吗 然后我去学校学 他就在家上网练 他说我去学校学的 只能给顾客做 他是花钱去学的 他念了 他说他每天给我做 然后我就不用去美甲店 就花钱做了 我是怕他学会 所以他给我做了 谁给你做的 他 他呀 哎呦 做得真不错呀 做了小雨伞 说做我的保护伞 我受委屈之后 他总说我来保护你 我心想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呢 还保护我呢 男人要保护一个女人 有的时候靠的不是身高的呀 是靠的那种气势和决心的呀 还有最让我感动的是呢 113年的时候7月份 然后不是那天上夜班吗 然后就出车祸了 你怎么出车祸 过满路吗 因为下雨吗 然后我打着雨伞 然后天黑呀 看不着 然后就 伤得厉害吗 挺厉害的 然后昏迷了 然后那会儿 我能听见人说话 我昏迷着呢 推进手术室 我就听着他叫 夜儿啊 夜儿 你咋的了 你怎么了 嗯 然后呢 心里有你啊 害怕失去你 你看眼泪快掉下来了 啊 然后我看着他 看着他那个脑袋呀 就是 就是不像这样了 就大了 眼睛特别黑 然后黑成一片了 后边 他就喊 疼 疼 就这样喊 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当时我应该替他 受这份罪 那会儿是做的 开颅手术 昏迷了七天 啊 然后那 那中间的事 我就当睡了一觉 醒过来 中间事 我啥也不知道 嗯 然后后来呢 我才知道 他 他也没租房子 他就一直在医院待着 嗯 是吧 守着你 是吧 行 好男人 牵着手吧 今天是谁来 要来 有什么幸福心愿 谁来说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给我的媳妇 一个浪漫的旅行婚礼 来 请回 你们没有办婚礼啊 我们没有 因为 不是都说那个 说两年不结婚 就结不了婚了嘛 什么意思 传言 然后我俩认识 两年后 然后 而且我们那边的风俗吧 然后就是 不 我俩要是不结婚 就是在我们家 就不能给我俩留房间 嗯 风俗是吧 对 然后我们俩就在我们家 办了一个 简单的婚礼 然后呢 就办了九席呗 对 然后当时她家一直没办 其实我一直 就是从结婚 时候我就答应她 一定要给她一个 轰轰烈烈的婚礼 然后我们经过努力了好多年 然后终于日子越来越好 一个车祸 就像晴天霹雳一样 嗯 花了二多万 然后我们把之前的钱 都花得差不多了 为什么会想要有一个旅行的婚礼 之前我就是答应她结婚 带她到处去旅行 但是一直都没怎么办到 就一直就所有的事都岔开了 然后经济条件又不允许